大家好 又是我施健章介绍赛马Tips的时间 接下来星期三的法学谷赛事跑九场 记得留意开跑时间 我今次精选了第三场赛事给大家一起谈谈 我找到一只马 这次抽到的好档 和回配赢马的骑士 我觉得他今次的机会非常大 而且他上次下班下来都是输得近 和大家马上看看上次是怎样 刚刚入不到位置 和大家重温就是过河竞桌 他上次跑跑谷日马的演出 过河竞桌看到1号那只 冷地色三黄色舞那只就是过河竞桌 其实这次巴道骑有点笨 因为刚两次雷神骑都是拿到个难 而且他会抢前跑 他刚刚在这次的400千米赛事 他不知为什么有条好档 他都抢不到出来就变了流出后跑 现在前面那只新马 风雷电 七号紫色那只非常之劲 而巴道真是没办法 搜到条篮都没有这样的结果 他就拼到最出最外跌就跑去出 你抽到个二档 但是跑一千里 你拼到最外跌去追的时候 我想都亏了 都是过几两个马位 结果回来 马拉到最后这100才可以展开了 一个比较好的冲刺 结果都是后场不及 跑过第四 你输给这只新马 风雷电 三毛的复高白斗 和二号的得力宝区 跑过第四 有些可惜 因为如果不是刚才那一段 他这样在中间那里 飞到禁出来到外档那里追 那他应该机会就会好一点 或者演出就会比较 令人满意一点 上次这样输法就有点不值 这次不同了 回配雷神 雷神也帮这次贏过两次 而且最重要是雷神 赢得这只马的跑法 是放头的 这次有一个一档132磅 而且这只马在四班 绝对够跑 所以我觉得这次 配雷神不用说了 阿蔡都是想着一定会动手的 那些有利条件都在了 那这只就 我觉得是赢膽 那我就会推荐各河竞出 给大家这场四班 一千的赛事 那另一只 推荐给大家 就是你知我胜 其实上次他也进入了位置 这次就配合蔡明少 那他状态也好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 电脑7号 其实这只马 就都可以说是有点 叫做 小潮崖 在沙田一千 今年跑过两次 那头一次就跑第二 那对赛一次就跑第九 这次转战快 会调 那 骑士都用回火车 那都有个轻磅 122磅 不过就抽个九档 那我觉得位置的机会 会高一点 最后一只呢 在这个陶程里面 都可以说是拿手的 质素不是很好 或者不是很超 但是呢 胜在他这个陶程演出准 那就是一只旅游拿督 我相信他经过季初 那一场的热身之后 那几场热身之后呢 那他上次跑到一千二 那这次跑到一千 都是手本来户程 那我就拼他有一个比较冷的位置呢 就介绍给大家 那我这场的推介呢 就用国何竞出做胆 那热的呢 我就会拖一只理智可性冷却 就会选一只电脑7号 和一只梁拿督的 OK 那看完你的提示 好拍档的Mathau呢 一样是好东西给大家 那如果你还没做会员 那你看不到阿鵬的提示 所以如果你想看齐 我们三个主持的提示 没了那么多了 立即做会员 那包我们有好处的 OK 那记住了 星期三的赛事呢 希望大家就早点买 早买早享受 一起赢多点好不好 那么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